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于拥有琉璃口条以及机智的反应 受获不少厂商青睐 工作接连不断的找上门 日前适逢中秋廉假 他便趁着假期飞到北京与朋友见面散心 并透过IG现实动态 塞出一系列美照似乎在当地玩得很开心 其中一张厕所的照片 维于透露北京的观光景点 设置了很多公厕 完全不担心在紧急的时候 找不到厕所 而且环境也相当安静 然而当地的厕所因为空间比较小 所以直接舍弃了门 因此从外面一走进去 就会看到很害羞的画面 对此维于特意询问了他的北京朋友 对方则认为女生都长一样 就算被别人看到了也没差 让他听了感觉似乎有点道理 但自己还是会觉得很害羞 对方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